那我们现场有call in 我们知道嘉莲太平医疗网呢 是我们这个华人社区里面的 这个最大的IPA 那很多人呢 因为这个可以已经享受过 这个嘉莲太平医疗网 你有drive through的一个服务 来打这个疫苗 所以我们很多长辈朋友们 华人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很方便 那我们可不可以请我们的这个 朱宏仁医师稍等一下 我们来接一通call in好不好 来看看听众朋友们 他有一个问题要跟你请教一下 Hello Tina你好你在线上 Hello你好 我有一个问题 我们家呢 是我母亲八十多岁 我呢五十多岁 女儿呢三十出头 都打了疫苗 但是呢我和我妈妈都没有任何反应 我女儿呢一直发烧 她就是打完第一针以后就 晚上就开始发烧 然后第二天呢也更厉害 那打完就是一直烧 打完第二针 就是当时第二针我怕要不要打 她说那不打的话第一针就作废了 对吧 那她就去打 打完以后回来还发得更高 而且那个手肿的很厉害 到现在她二月十号打完第二针 到现在还是陆陆继续 有时候经常一凉就发烧 还在从101度到105度之间 已经一个多月了 对所以我就蛮害怕 问我们医生这个是怎么样的情况 如果是对家庭的话 我和我妈妈打的都没事 只有我女儿 所以你跟妈妈你自己五十几岁 妈妈八十几岁 你们两剂都已经打完毕了吗 对不对 没有打完一剂 打完一剂而已 但是一点都发烧 对什么感觉都没有 好的好的 就是我女儿 大概这样 谢谢Tina 还有头 晕 对对然后还有这个 就是胳膊肿 然后还有发烧 只是说发烧时间太长了 我有一点担心 好的好的 谢谢Tina打电话进来 我们赶快来跟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朱宏仁医学博士来请教一下 她这个女儿这么年轻 才三十几岁 可是她发烧的情况比较严重 是不是像这种状况呢 吃正常的退烧药 自常的止痛药 然后烧了两天以后 休息一阵子突然又在烧起来 像这种情况是可以正常的说 这是正常的一个副作用 然后也可以正常的吃药 是这样子吗 Dr.Paul Chu 可不可以帮我们解说一下 这很奇怪的 老人家打的反应都比较少 那反而年轻的反应比较重 就像我妈妈83岁 她打了两针都没事情 那我太太打了后呢 就躺在床上两天发烧 OK 怎么会这样呢 通常这种症状呢 都会自己就会自己慢慢慢慢的好 那如果呢 她一直发烧一直不好的话呢 那有可能是不是又感染到其他的那个病毒 你可能跟这个疫苗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那如果有这种现象的话呢 最好是去请教你的家庭医师 让她帮你做个仔细的检查 因为我通常打了疫苗后呢 一两天三天四天就会退烧 没有人会发烧这么久的 那这是不正常的现象 应该去看家庭医生一下 所以不要自己乱猜测哦 如果你也烧了两三天 好咯好了一段时间 又再继续烧两三天 这是不正常的情况 绝对要看家庭医师哦 那如果你自己吃这种家里的常备药 都没有什么效果的话 其实不要冒险 看医师其实现在都比较方便一点 你也可以在这个手机上 直接在上面的这个约医生 所以不要自己这个揣测哦